男生曖昧通常都會一頭熱 而一頭熱不代表這男生真的是永遠都對你熱情 而是你有沒有判斷出 這男生是不是值得交往的好男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貝克叔 這次要聊的主題是 男生想跟你曖昧會開始做這五個動作 其實男生真的很單純 很簡單 除非他有學什麼吸引的技巧 不然一般的男生都超單純的 都只愛正妹 很純喔 當然也不是每一個都那麼膚淺 應該說男生的心思很好猜 只要女生有過被男生追個幾次的經驗 我不用特地跟你講 你應該也可以感覺得到 這男生正在跟自己曖昧 他很努力的展現自己多沒有魅力 我以前年輕時也是很努力的去跟女生曖昧 女生就很努力的拒絕我 而且那個拒絕還不是直接拒絕喔 是暗示我 你千萬不要告白 你不要再跟我曖昧了 不要再煩我了 但我不知道 就繼續給他曖昧下去 你看很單純吧 單純到讓人覺得煩喔 所以接下來我說的五個曖昧行為 那男生有做 那你真的喜歡他 那就可以把握住這個對象 那你覺得 嗯還好 就放膽拒絕他吧 不要勉強妥協欸 不喜歡就拒絕對方 是一個很正常的行為 因為那代表對方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所以你可以拒絕完他之後跟他說 你可以去看貝克蘇的影片 你很需要 嗯耶謝謝你 好啦那開始講這五個行為之前 我打個廣告 我開始有代購韓國服飾 女友有代購韓國東大門服飾 看到衣服之後我整個買爆 衣服都很好看 看了喜歡有興趣的朋友可以 追蹤我們IG LINE群組放留言區 不時有優惠折扣 歡迎來看有沒有你喜歡的衣服 那我們來說第一個行為 找你頻率很高 就是你會感覺他幾乎每天早上 都會來找你聊天 而且蠻刻意的 他又覺得自己是帥哥 那你一定就是 早餐店老闆娘對吧 啊不對吧 不是這樣吧 吃早餐不算啦 其實就是你會發現 他會不經意的看到你就會過來跟你說話 或是各種機會的巧遇 又或是網路上沒事就會命你 簡單來說就是想要多了解你 這個人 那八成他就是對你有好感 我跟你說 男生大部分都很懶 假如這女生自己完全沒興趣 是連互動都懶得互動的 對沒興趣的女生 會是寧願去玩遊戲 滑手機 也不會去跟那個女生聊天 所以男生假如頻率很高的 一直找你聊天 跟你互動 不管是網路上或是現實的 那八成 他就是對你有興趣 想要曖昧啦 當然你是早餐店老闆娘 那就不算 早餐店老闆娘不能曖昧 奇怪 當然可以啊 但是只能叫我帥哥 哎呦 這句話好噁心啊 我怎麼會想到要說這種話勒 我的腦袋怎麼了 那我們來說下一個 想知道你感情狀態 就是各種會想要知道你感情 目前是單身還是有男友 或是有喜歡的人 就會一直去問 不管是民事的問或是暗事的問 民事的問可能就是 你有沒有喜歡的人啊 為什麼這樣問 因為我想要知道 太直接了吧 我就是這麼直接 不會有這種人啦 這種人是智障吧 但通常就是說 你有男友嗎 這個問句很笨我知道 但真的就是會有人 這麼直接的問 那暗示的也許就會說 那你下班假日都跟男友去哪裡玩 我都跟子佳去兒童樂園玩 別騙了 他只跟未成年玩 就可能會用套話的方式來知道 你感情狀態 其實男生假如對這女生 完全沒興趣 沒有想要曖昧發展 是不會隨便想要知道 這個女生感情狀態如何 因為沒必要知道啊 甚至女生搶著跟男生說 你知道我現在單身嗎 男生就會心裡想 跟我屁事 但通常會想要知道 你感情狀態也是很明顯的指標 我應該也不用特別的講 你也會知道 這男生是對自己有興趣的對吧 應該吧 是嗎 男生一直問 我要 沒有 男友就是喜歡我嗎 我不知道欸 我好遲鈍喔 嗯 好欠打喔 我演得好欠打 反正就是很關心你感情狀況 那就是他想要跟你曖昧啦 我們來說下一個 記住你說的話 其實就是你說的一字一句 他都記得很清楚 扣除他本來就是過目不忘 很愛記仇之類的 他不是這麼會記東西 根本人體被忘錄 那麼你說的不經意的事情他都記得 而且會在跟你對話過程中呈現出來 那麼其實代表你對於他來說 心中是有一定程度的重視 他才會這樣做的 可能他跟你對話會突然說 我記得你再過幾天就生日了對吧 你打算怎麼過 而且我記得 你喜歡白色 你睡覺喜歡側睡 起床喜歡左腳先下床 而且先刷牙再洗臉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 你常常三天沒洗頭 因為懶得洗頭對吧 難怪都有點味道 這是已經在房間裝監視器了吧 也太細節了 假如是這個男生記得這麼細節 他真的很愛你誒 可能每次對話 他都偷偷打開手機 記在備忘錄 超有心的 但有點可怕 應該說太可怕了 但大部分男生不會記那麼細啦 只是會有心的去記你的事情 那通常 八成就是對你有好感 要跟你曖昧了 不然他怎麼會去記你生日 他可能連自己生日都忘記了 朋友跟他說生日快樂 他才想起來 誒 對 我今天生日 所以一個男生 一直都會記得你的大小吃 那八成就是對你有好感 要跟你曖昧啦 我們來說下一個 送你小禮物 其實就是送你見面禮之類的 或是沒意義的 就是想送 通常就是 想要給你留下一個好印象 當然他假如是業務之類的工作 那就是要賣你東西啦 又或是他本來就很有錢 他就是有錢沒地方花 所以就隨便買個小禮物 送你個最新的蘋果手機 真的就小禮物喔 小小的 剛好一隻手可以拿起來 但其實通常會送禮物 就是多少都會想要回報 那麼他送一個小禮物 假如不是業務要賣你東西 那會想要什麼回報 通常就是感情啦 這也會是比較對於感情 沒有很豐富經驗的人 會去做這樣的選擇 又或是有些確實是有錢人 想要用錢砸出來去吸引人 會一直送禮 那對方沒事就一直送你禮物 又搭配前面幾點都有出現 那八成他就是對你有興趣 想要曖昧 那就看你想要怎麼樣跟對方互動啦 但我是覺得 假如你對對方沒有什麼興趣 感覺也還好 那還是不要隨便收對方的禮物 因為這樣會像是 佔人便宜拿人手軟 他假如是那種 得不到就會報復的人 那麼可能就會到處放話 你收了他很多禮物 結果把他當工具人 那其實對自己也不好 不用讓自己為了那些小禮物 賠了自己的名聲 其實滿不值得的 除非小禮物是蘋果手機 你不收可以給我 謝謝 早餐店老闆娘 我們來說最後一個 一直關心你 其實你就會發現 對方會一直關心你啊 你的生活啊 你吃了沒啊 你目前狀況如何啊 比你爸還煩喔 甚至這些關心都是沒來由的 你會感覺到 他做的這些關心 都不太像真的關心 反而更多的會是 希望你可以多理他一點 多關注他一點 他希望你注意到他 那其實八成就是他在追你 要跟你曖昧啦 當然可能你是真的心情不好 發個限動 可能其實也是滿孤單的 他就會立刻關心 欸你怎麼了 沒事吧 要我去找你嗎 你在哪 我現在就去 非常的積極的關心你 這是你限動發了之後 第20個男生這樣做了 好像餓很久的人 終於看到食物 衝上去吃一樣 哇 有一個絕面的關心機會 趕快去關心 選我選我 讓我吃你 你完全就是他的菜 他非常想吃你 很像這種感覺 一個男生是這樣跟你互動 那真的就是 很喜歡你 對你很曖昧 這樣你還會想 他只是把我當朋友吧 那就真的會滿遲鈍的 通常這是滿明顯的啦 而且他關心的過程中 也很注重你的心情變化 你難過 他會想要讓你開心 你的心情一直影響著這個男生 那他真的對你很暈 不過通常對你那麼暈的男生 你對他通常就沒那麼暈 那就看你要不要跟他曖昧啦 好總結 找你頻率很高 想知道你感情狀況 記住你說的話送你小禮物 一直關心你 這五個都有 就代表真的 這男生很想跟你曖昧 那你也喜歡他 就跟他曖昧互動看看吧 但記得不要一頭熱很快就交往了 還是要拉長一點時間 來觀察判斷 對方是不是真的那麼好的男生 男生曖昧通常都會一頭熱 而一頭熱不代表這男生 真的是永遠都對你熱情 而是你有沒有判斷出 這男生是不是值得交往的好男人 那希望你可以找到好男人交往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這部片的朋友可以訂閱我頻道 或是追蹤我IG 那大家掰啦 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